各位菩萨家人大家好 现在跟大家分享 三月二十八日 虚法相心的 今天上人的首杂是 思维推求自独善 不能奸善利他人 文法大圣六度行 菩萨性柔和善顺 受法能自化化人 直善根少龙佛种 精畏尽是佛者 称为善男性女 这段首杂 因为经文有出现 有善男女 文佛寿无量等等这些 所以要解释什么叫善男性女 善男性女就是修行的人 不管你是在家居士 这些等等 他近视佛者 就是你愿意去接近佛 愿意学佛 所以这个修行的人 上来后面有完整的 详细的开示 那你修行的人 他基本上会有两种 一种是想要独善其身 自独善 一种呢 其实应该要自化化了 你要能够自觉觉他 行菩萨道等等 所以上人前面用了六句 来交代这个修行 那修行有些人思维推求自独善 不能奸善利他的 这是小圣 独善其身的 那可是重要的是中间的这两 这四句话 文法大圣六度行 菩萨性柔和善顺 受法能自化化的 执善根少龙佛种 这四句话就把整个菩萨行 菩萨道讲得很完整 那整部华华经 就是教菩萨法 佛所互念 那一般我们说菩萨是什么 自觉觉他 这种的人 就是自化化人 这边有提到 第三个 黄德的第三句 可是那菩萨行要怎么修呢 就要修六度万行 六度万行之前还有文法 那你自度 度人 自觉觉他 觉醒也满以后 你还要什么 传承法脉 所以你要少龙佛种 少龙佛种 你要执善根 所以这都交代得很完整 那另外有加了一句 我觉得很特别的 也是很棒的 就是菩萨性 柔和善顺 在菩萨行当中 最难的是很多人我是非 人我的这些冲突磨难 这些挫折 所以你要柔和善顺 柔和善顺 这边就会OK 我们有佛性 人性 菩萨性 原来菩萨性是柔和善顺 所以我觉得这四句 上人写得非常的好 值得我们去用心去思考 那么来看 今天的一些心法 因为今天一样是 是一些心法的部分 就没有用到一些 举例 没有一些 例子 可是有一些心法 要用心去思考 上面后面还有用一些批语 那么来看第一个 就是 学佛的方向 修行很重要就是方向 这我们知道 那修行很大目的 就叫学佛 这也知道 我今天对学佛之所行 有所行才有所觉 这句题会比较深 所以 法在人群中得 所以你要 入人群去行法 才会觉悟 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那所以上来还讲说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 此生 这讲了很多遍 就是要保握 保握人生 保握机会 珍惜时间 好好休息 再来就是要修身口意 来断获成佛 那这里应该出现 受法能自化化人 那你自化化人 你要有法 那去说法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就是安乐行 安乐行品里面 身口意四愿 是安乐行 这是给菩萨 给说法者 用的 就是你要顾好自己的 身口意四愿 因为路如来四桌 路如来一 坐如来坐 那配合这个 世安乐行 你就可以很顺 很顺 那整个过程 上文说菩萨道是很长的 很长当中 还有很多烦恼 要把它去除 所以菩萨道的过程 就是要不断的去除烦恼 去除什么 去除你要见尸祸 无明祸 什么一直到 最后到 那个沉沙祸都去除的时候 你就成佛了 所以菩萨道过程当中 就不断不断用法水 去洗除我们的尘垢 断除我们的这个无明烦恼 还有见尸祸 这些等等 那什么叫见尸祸 这之前上文已经有交代过 那如果 我们不清楚 我们可能要去复习 那我现在只简单提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见尸祸就是说 我们对于法的一个见解或思维 是不透彻 或是没有想通的 是不够理解的 所以造成的一个疑惑 因为你造成 这个疑惑以后 你的行为就会偏差 因为偏差就造成烦恼 是烦恼的一个源头 比如说最常见的 见尸祸有什么 就是贪嗔痴慢疑 这些都是见尸祸 还有什么 这个身见 边见 斜见 见取见 这些见取见 这个都是我之前有背起来 之前有寻法相用心听 如果这个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见尸祸 那再回去复习一下 那么接下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上人提到一个人间是成就菩萨道场 这也是常常提的 他说人群就是一个人间法 这可以成就菩萨道场 在滚滚红尘里面 我们要用人群法去铺路 这条路就会很直 很大很直 很好走 所以 我们就是要走这条 菩提大道指 这个菩萨道 那刚刚这段话 我是把它解释成 菩萨以度众为游戏 菩萨以人群为道场 这我之前有理解 你可以用自己的话 去把它想清楚 那你就会用 法师要拿来用 那还有一个就是 植善根少龙佛种 这里上人用的就是辟育 辟育在说法里面也是很重要 上人一开始就讲到说 你看我们现在种树 常常看到一种是移植的 我们看到要移植大树 或是一些小树也好 大树也好 很多时候是把它的 把它挖起来以后 把它根都把它修剪掉了 让它留下一点点还活着 虽然还活着 可是你把它移植到一个地方去 这时候如果刚移植不久 第一年第二年 如果遇到台风 这些树大概都会被吹倒 可是如果是 已经长在那边很久了 同样的树同样大小 长很久了 假设同样大好了 因为它根扎得很深 它就不会被吹倒 所以你又看 有时候台风过后 为什么有些树倒了 有些没倒 它就是根不同 上人讲这根就是法脉 这法脉很重要 所以要我们细心 用心的去体会这个 这个法脉的源头 就是这个法髓 那法脉的源头在哪里 就是佛系 佛心要用心去体会 然后学佛要学到佛的心理 要行到佛所行的法 这是真正的学佛者 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就来复习前一天的经文 我就念一下 这是昨天的经文 那今天的经文是 有善男女等 闻我说受命 乃至一念信 祈福过于彼 若人稀无有 一切诸以悔 身心虚于信 祈福为如此 你看为什么手杂出现善男信 就是有善男女等 闻我说受命等等 那这些经文 这个上人就有一些开示 那有些后面还会陆续再开示 那这一段经文是用祭宋写的 所以上人写了一段话 他说此受一念善生信解之福 因信而解思为真信 故不言解而解思为真解 一念善而生信解 我们前几天就知道说 信解很重要 信解可以生智慧 那这个有信解才有智慧 所以信解是非常重要 可是什么叫真信 什么叫真解 今天又更深入的一层 让我们理解 你信了以后要去什么 要去理解佛法 上人常说文要有解 那你听文化 你信了愿意听文化法 那你有沒有真的理解 要不然你如果不理解 就是半信半疑 搞不清楚状况 或是环绕很多 或是人家问你 你就不知道答不出来 那就迷信啊 迷信啊 半信半疑啊 或是不理解 就会跟那个根 根就是不生 或断掉了 或没有根一样 就一下就被吴明峰吹倒了 所以上人今天为什么要举那个吴明峰 他是有感而发 那所以因信而解 你信了以后要去解 这样才是真正的信 善男性你那个信 不管男女都是要信 都是要善 所以这个因信而解就是真信 你看这句话多重要 再来说不言解而解是为真解 解从何来 就是说你今天信了 你去解 有时候你就契入佛心 用心 这个心的东西是很难解释的 那这个你重要是你要去行 信解行证 你去行了就有证 上人说文要有解 那他来说行要有证 你去行 你就会有体悟 那是你的东西 其实你真正理解了 你知道了 但也许你不一定说得出来 要可能一段时间才会说得出来 他有两个不同的层次 一种是理解的说得出来 一种是理解还说不出来 那所以不言解而解 这种东西你不用刻意去解 刻意去解会着文字下 我举个例子 我在十几年前那时候 我看实地菩萨 我就觉得实地很重要 就去研究 比如说从欢喜地离构地 一直到法音地 那我就用文字去解 用文字去解的话 就会他不是真解 我今天就知道了 我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我以前写出来的东西 现在看看都不太满意 原来我是用为解而解 他就不是真解 所以不言解而解才是真解 真是很妙 再来上南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延续种树的移植树的批语 他说法脉中文 就是我们要从种子开始 就地扩散开 树枝叶都会冒胜 这样就不怕台风 那如果是在外地就断根 这样就会怕台风 因为种树它就两种 一种就是移植 有人觉得移植比较快 可是移植风险很大 或容易被风吹倒 那一种就是栽长 就从种子种下去 播种 那种子播下去 它长得比较辛苦 可是它一旦发芽 茁壮 你给它照顾好 它的根是扎得很深的 它就不怕台风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这个批语 非常非常重要 那再来又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而会岛与武 游牧与足 不可互缺 因为时间关系 上人这一段话 并没有解释的很久 可是我觉得它也蛮重要 就是会就是智慧 波罗蜜 第六个波罗蜜 那前五个波罗蜜 要靠智慧来引导 这前几天都讲过 那它今天又讲到另外一个批语 就是说 智慧波罗蜜是眼睛 然后前五个波罗蜜是脚 这两个不可以互缺 你要有眼睛跟有脚 你才能走得到 那我以前学过一个故事 它是这样的 它说有个这个瞎子 它就出门去 它跌跌撞撞的 因为瞎子看不到路 跌跌撞撞 又迷失在森林里面 又跌倒 甚至迷路走不出来 就后来遇到一个瘸子 瘸子就腿肉腐烂 为是瘸 就是不能走路的人 后来他们两个灯合作 这个 这个 虾子 背着瘸子 因为瘸子有眼睛可以看路 方向正确 那这个虾子它有脚 可是它也没眼睛 他们两个才走出这个森林 所以上来要我们用心去体会 是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在学行组织里面 它有讲 这两个合作很重要 没想到说前五个波罗蜜 就是脚 就是虾子 它有脚但是没有眼睛 那智慧波罗蜜呢 有眼睛但是它没有脚 两个要合作 所不可互缺就可以成就菩萨道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菩萨道上要有发红寺愿 可以起大悲心 这个愿的重要我想未来上来会继续再跟我们开示 另外什么叫身心呢 信佛妙胜愿求佛道 就是身心 身心也就是大行心 身心 那这个你有身心以后还不够啊 还要在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 还要在在不断前进 不断前进当中还要配合四加行 软法顶法 这个 人法四滴法等等 这不断的配合这四加行 然后我们菩萨道的修行 就会很快很顺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心得跟应用 第一个学佛之所行 有所行才有所觉 因为我们要做个觉者 菩萨以度众为游戏 那菩萨以人群为道场 所以我们要入群去度众 游戏人间 少龙佛种的话 你要用心的去体会佛心 要去行佛之所行的话 才会有所觉 那性解的话 要做到真性跟真解 一念善也可以生性解 那会岛于武 有目与足 不可互缺 那这个刚刚讲那个 虾子跟瘸子的故事 大家可以记住 那身心呢 有了身心 性解以后 还要累积 不断的累积 配合四加行 再来修行 这样我们修行才会顺利 那我想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跟收看 感恩